天上已经起了乌云了 希望下场雨 关点风吧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我在驾校练车的实在是太热了 我这蒙的也是比较严实的 今天武汉的话是34度 特别闷热 就是典型的桑拉天气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教练 这一段时间练车的人特别多 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下午5点钟左右 有一帮学生马上就要考科目二了 练车的人比较多 目前的话有三个车子在运行着 我学的是自动挡的 就是这个黑色的车子 差不多将近20分钟才能练习一把 一把的话估计可能也就34分钟 45分钟吧 每次看到我这个造型我都想笑啊 我感觉如果像我这个样子来练车 从开始练到结束 除了教练都不知道我长啥样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 好多的新车呀 这一把比较好 两边宽度 因为开始下雨了 然后驾向那边也到了快6点钟 然后就收工了 我现在赶紧来接小泽 小泽现在是放暑假了 但是学校里面每天会有足球训练 是下午的4点到6点 因为隔得太远 我一看了也不知道 也看不清楚 他们应该是在那边的球队 我找到了一个角落 看到了小泽他们这一队的训练啊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赶紧跑赶紧跑 集合了 夏天的雨说下就下 好了小泽出来了 又看我们的小周包都淋湿了 小泽快走下雨了 我们没有雨衣也没有雨伞 我看完了 这电池就湿了咋办 打雷了没事没事 我们就坐上来走吧 打雷了 好我们回到了小区 但是这个雨好大呀 这在哪里呢 看这么大的雨 不是我们就跑回去吧 那咋办呢 那我让爸爸来接我们好吗 你走 走 你先跑 你先跑 321 快点 跑 跑快跑 突然下起来大暴雨 就在十分钟前 鸡婆去接小泽了 我担心他们会不会临时 他们这会应当是在回来的路上 我们俩都坐汤鸡 赶紧洗澡 怎么您是这样啊小泽 你怎么知道有多大雨 你都不知道 我之前我和我妈直接冲过来的 这雨棚子里面就已经雨下好大了 超级大的雨 我刚才还在说呢 我说突然下雨了 你们希望不要淋湿了 结果果然淋成了落汤鸡 是准备让你松散去的 但是一想吧 又没有多少路 哎呀就跑过来 三六 因为本身就打湿了 从学校出来就已经三下雨了 好 但停完车的时候 我们站在那里躲了一下 然后 好冷啊 这么大雨 然后我们就想赶紧跑去吧 然后我们就跑到站里 休了一下 休息了一下 我的鞋都是雨水 然后我们直接冲过去了 好小泽你那个 立马脱吧 就在那里脱了直接去洗澡 练得怎么样了 连车练的 今天好多人也是好多人 明天主要是有空门的考试的 明天他们也是终点的 耶耶耶耶 好大是我 啊 我就没想到突然下这么大包 看我们衣服都湿了 湿成热呀 小泽 你快洗啊 你迅速洗 洗完了我就去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吉公 我从实验回来了 因为从实验回来呢比较累 所以就休息了一天 这两天天气非常炎热 然后鸡婆他要练车 小泽呢他要踢足球 本来今天是准备带他们出去吃的 结果一下子下雨 是鸡婆练完车 顺道接小泽 结果他们被淋着上做湯机 所以今天就估计出去不成了 现在外面估计还在下 我刚好家里还有一点排骨 就是上次买的排骨 没做今天就做个糖醋排骨 刚好鸡婆的快递也到了 刚才还一起去谈一下快递 他买了好多快递 去说是什么盘子什么的吧 看一下鸡婆拆快递 都是买的些啥呀 我们家的盘子不是小了吗 我在网上买了几个盘子 其实也就买了两家的产品 他可能都给我分开包装了吧 没想到倒的还挺快的 这两包包的好简陋啊 是吧 但是希望他不要破就行 使出我的蛮力吧 拆开 我听到里面的响声啊 你看他这包的上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专业呀 是的呀 这 说啥呢 这 包手机拿来吧 来 什么鬼屁 手机拿来拍视频呢 我拍吗 嗯 你拍呀 拍着待会找客服补发呀 他做盘子的 这个都不考虑到啊 你破成这个样子吧 直白开箱 这盘子够大吧 够大 盘子还是蛮厚似的 这样包装啊 这包装的人 这太水了吧 没包好 他知道人家快递行业 都是摔摔宽宽 嗯 孩子 嗯 怎么这个就没破呢 他这个的话 在下面压得结实一些 上面的话 哦 这个就没破 还不是破了这 啊 这也破了 这 这 来拍个照片吧 这个简直是 我看一下 这 这肯定是磕了的 来放在地上 轻轻地放地上 这盘子也没法用 这被破了还能用啊 放地上 你就先放地上吧 没地方放 把这个弄了 然后这个 没有啊 失败的开箱 来吧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用的纸都大一些 还是还可以哦 还蛮漂亮的 这是另外的一种盘子 我买了两种盘子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一家的盘子就好一些 他人家用的是这种泡沫包装 这么小能装啥 这不小哎 这是烤盘 烤 说是烤 说是叫烤盘 只是带手柄的烤盘 有的时候 我觉得蛮漂亮的嘛 四个一摞的 人家 人家首先他把它勒得特别紧实 这个地方一固定 再用泡沫箱 是吧 这小盘子我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 不太喜欢这种小盘子 这能装啥 女孩子作秀的 我看一下 这婆婆买的盘子 大家喜欢哪一种呢 我就喜欢开成那种大盘子 可惜退了 小盘子谁喜欢的 三个人可以拎走它 行不行 妈妈 可以啊 这盘子可以装 可以装凉菜什么别的菜 蛮好啊 好 现在来炒菜 做糖醋排骨 这白衣服 还是把 围裙戴上 不脏了 好久没戴这个围裙 来 我来给你 细绳子 这个围裙真的太适合 好 这就是解冻好的排骨 先把血水给它洗一下 排骨 冷水下锅 加入料酒 加入料酒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给它去腥 趁这个焯水的时间呢 我们把这个辅料准备好 好 葱段 最好是用大葱 葱姜来挤 八角 两颗 花椒 然后再把冰糖准备好 好 排骨水焯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把它捞出来 把它搅动一下 彻底的清洗干净 捞出来 控干水分 现在准备就绪了 起锅烧油 好 倒油 油温五成 下入刚才的这些调料 把它爆香 爆香之后下入冰糖 化冰糖的时候把火开小一点 开成中火 因为冰糖比较大 化得慢 火开大了的话 它化不了 然后调料都糊了 为什么要用冰糖呢 因为冰糖比较柔和 冰糖全部融化 我们不是炒糖色 所以这个冰糖稍微微黄 就可以下排骨 下入排骨 这个时候下入香醋 可以稍微多下一点 倒入热水 热水稍微多来一点 下入盐 稍微来一点老抽 调个色 水开之后 开中小火 盖上锅杆 熬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倒了 火稍微开大一点 收汁 收汁的时候 把里面的那些什么姜片 发酵啊 全部都剪出来 所以收汁的时候 千万不要受苦了 好 汁收的差不多了 再淋入一圈 锅边醋 起锅装盘 用老婆新买的盘子 量太少了 糖醋排骨做好了 可惜就是量有点少 明天鸡婆再去多买点 排骨 现在又便宜 买这么少干啥 小子 拿菜 鸡婆买的两个瓢 真的长得很像一个瓢 买了四个瓢好吧 对啊 这是南瓜米饭 这是南瓜米饭 南瓜米饭 随便瞎摆着 这是筷子 这是大排 好奇怪 南瓜米饭 好奇怪 嗯 你那一碗是不是我的 你说呢 那就这样 给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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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南瓜 行吗 小泽那是你的 小泽那是你的 有对哦 对 对 别够唱 我不要这么多 你在 算谁让你给我咬这么多了 我退这儿回去了 这是今天的糖醋排骨 这是藕袋 这是凉拌汉菜 这是鸡婆拌的 我要吃排骨 糖醋排骨我们做的还比较少呢 嗯 嗯 颜色好美的 嗯 酸甜可可 嗯 好好吃 就是排骨太少了 小泽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哎今天你看 全部都鲤骨了 嗯 还有花椒的香气是吧 嗯 花椒的香气是吧 嗯 蝦袋现在还是卖好贵啊 蝦袋的产量是不是很低啊 嗯 蝦袋就是嫩蝦啊 蝦的又黏心态 所以它肯定贵啊 它长成蝦了 它就便宜 量大它就便宜了 嗯 你知道蝦袋多少钱吗 嗯 19块8一斤 你知道这个凉菜的凉菜汁是拿来的吗 嗯 就上次你拌的那个剩的料 嗯 拌凉菜好合适啊 嗯 还是这个盘子好看去哦 嗯 这样一比起来这个盘子 好奇怪 异形 嗯 其实这个盘子是放烤箱里用的 它要烤盘 嗯 嗯 往烤箱里面一塞 不会爆炸 嗯 我就搞不懂藕袋啊 嗯 确实是 现在按照说是剩下了 嗯 作为一种植物居然比肉卖的还贵 嗯 不过视频你看到他们确实是 穿的那种塑胶连体服 到这里的 确实是下到水里面 手伸下去捞 一根根的捞 一捞捞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吃的人也多了 嗯 能吃点汉菜吧 汉菜不辣 汉菜我刚刚吃了几个 哦 再吃点吧 那我把这一块肉吃 嗯 嗯 藕袋好脆啊 嗯 它比藕吃起来是清甜一些 藕吃了那个淀粉感太多了 嗯 这排骨我洗的时候 就从冰箱拿出来还是蛮多的呀 做好之后它水分蒸发了 它就抽出来 酥水的 酥水的 来 谢谢 今天这个糖醋排骨真的是 烧得好棒 我觉得 我从来都不夸自己的 但是今天要夸一下自己 人家就比武了 粉肝 吃完 油 切除 凍苍蚝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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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泽 还要不然这个排骨给你 吃 给小泽吧 小泽 我俩今天在鱼里面跑的快不快 飞快 是不是 我们俩今天在鱼里面跑的快不快 快啊 还要吗 没怕 不要 我们在鱼里跑的挺快的 特别是上坡 跑的慢一点点 是妈妈成鹿蛋鸡了 还是你成鹿蛋鸡了 哦 都成鹿蛋鸡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